陈平安一路练拳 走出去十余里 再往前就是一座 沿河而建的小村庄 有鸡鸣犬吠 还有吹烟鸟鸟 陈平安停下练拳 环顾四周 身边有一座横跨河面的小木桥 这一刻他没来由的恍若隔世 陈平安正要转身走回孙氏祖宅 发现对岸远处的油菜田里 走出一群穿着朴素的志同孩子 大多是私塾盟学的年幼岁数 还有一些个年纪更小的 挂着鼻涕在更后边 有两个大些的孩子 手持着应该是家中长辈 销出来的木剑竹剑 样式简陋 只算是有个剑的粗糙披子而已 两人好像是在比拼剑术 先后走在田梗上 对着油菜花就是一顿劈砍 还有瞎嚷嚷的呼喝声 气势十足 可怜田拢油菜花 给俩孩子砍得七零八落 很快后边有个年幼的孩子 骤然哭出声来 原来啊 他一开始还挺乐呵的 可才发现这块油菜花田 是他们家的 这要是给爹娘知道了 自己回到家 还不得屁股开花啊 可他又不敢阻拦 那两个年纪大的剑客 只好哭得撕心裂肺 好在很快有一名剑客 就意识到不妙掏出一块自家烘烤而成的冻米糖片 再跟那孩子叮嘱几句 满脸鼻涕 眼泪的志同啊 立即就笑开了花了 大摇大摆的跟在两名剑客身后 眼睁睁看他们嗖嗖嗖的出剑 厉害极了 想着等到自己大一些 有了力气 也要跟做木镜的爹 讨一把剑来 把所有的油菜花都砍了去 那得多威风啊 邻居家的翠花小丫头 还能只喜欢跟在村后头的小秀在玩 到时候肯定天天黏着自己啊 陈平安看得直乐 这可不就是自己小时候的光景吗 刘宪阳当年就最喜欢做这种讨人闲的事情 不光是拿木剑砍油菜花 还喜欢把一座座高高低低的田笼推倒 拿石子砸河水里的鸭子 天天挨妇人骂 被人撵着揍 后来跟陈平安两人都成了遥功 刘宪阳就做的少了 觉得没意思 喜欢往山里窜 抓蛇得野鸡 可是陈平安屁股后头多了一个顾灿 将刘宪阳的本事发扬光大 只是比起刘宪阳的大大方方做坏事啊 那小小年纪的鼻涕虫顾灿 要激进多了 几乎从来不会被人发现 既有陈平安都佩服的恒心毅力 又有与年龄不符的早熟皎洁 大太阳底下就为了吊上一条黄扇 顾灿一个人能撅着屁股等上大半天 倪平向每次到了吃饭的时候啊 都会响起顾灿他娘 扯开嗓门的呼喊声 陈平安蹲在河边 往水里丢着石子 孩子们浩浩荡荡从独木桥那边走来 一颗脑袋跟着一颗脑袋 跟一长串糖葫芦似的 见着了陈平安这张陌生面孔 孩子们也不怕 只是多看了几眼 就走向不远处的村子 但是一名手持逐剑的孩子 一步三回头 视线始终放在陈平安背后的剑匣上 最后按捺不住好奇心 他转身飞奔 来到陈平安的身边 以自证腔圆的宝平周雅言问道 难道你是名剑客 陈平安站起身 拍了拍手掌 笑问 你也是 孩子翻了个白眼 觉得这个问题好生幼稚 没好气的说 我还差一本绝世秘籍呢 陈平安憋住笑意点了点头 我也是 孩子低头看了眼 手中逐渐 再抬头瞅瞅那家伙 身后木匣里的剑柄 能给我看一看你的剑吗 陈平安摇头说 不行 这个大孩子扯了扯嘴角 瞄了一眼 陈平安腰间的猪红色酒葫芦 你这人推小气 根本不像是行走江湖的剑客 我看你的酒壶里 肯定不是装着酒 而是水 做样子骗人呢 陈平安问 那你见过真正的剑客 孩子使劲点头 后边有位脸蛋红扑扑的小姑娘啊 怯生生的说 咱们最远只去过几十里外的集市 见不着剑客的 很快有个时辰孩子附和 薛书先生跟我们说过一些剑客的诗词 集市上会卖一些很贵的小人书 上边画了很多江湖大侠 其中剑客是最厉害的 所有坏人都打不过他们 那个承认见过真正剑客的孩子 回头瞪了一眼 身后两个孩子立即闭嘴不言 另外那个手持木剑的烧大孩子虎头虎脑的 对着陈平安问 你的剑客有多厉害啊 这个问题还真把陈平安难倒了 陈平安只好说 我亲眼见过很厉害的剑客 不是你们小人书上画的 逐渐孩子冷笑不已 手持木剑的憨直孩子却信了七八分 他追问 那你跟那些大侠学到剑客没啊 如果你能耍一耍剑客 我就相信你是真的剑客 如果可以的话 到时候你说我为妥 我想跟你学剑术 不是砍油菜花那种 比如你一剑下去 能够把咱们村子那座桥砍断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拜师学艺 陈平安忍俊不禁 就自己这剑术 还跟我拜师学艺 陈平安并不清楚 孙氏祖宅这方圆百里的乡土人情啊 是老龙城著名的一处世外桃源 虽然在此世代居住的百姓 多是性情质朴的寻常村民 可暗中也有多位高人作真 帮助孙家盯着这一方祖宅风水 不受外人破坏 只不过山上山下 看似天壤之别 实则也有一些情况 是神仙在前 人不知罢了 除了孙家祖宅的两位老人 还有一位山上睫毛隐居的乔夫 以及一位在此开枝散叶子孙满堂的老人 都是真正的大修士 三金丹一元英 既有不理俗事的孙氏偏执老祖 也有来自避难隐居的世外高人 当然也有人是被孙家重金聘请 财帛动人心 神仙也难免 毕竟每年收钱 收的都是古语钱 四位大恋骑士 此刻齐聚在侨夫谋舍之前 因为是阵眼之一 所以貌似青壮男子的侨夫随手一挥 山风水雾弥漫 汇聚成一幅画卷 众人视野始终追随着那位 严和练权的卑贱少年 此人开始打赌此人境界 有人说既然是孙家树的朋友 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剑修 一身权益只是伪装 必然呢 是一位年纪轻轻的洞府境剑修 有人反驳 说未必寄身中五金 其余两人则是争执少年 到底是五夫四镜还是五金 其中一个说这少年这笛子 则是打得极好的第四镜 而不是寻常的五夫第五镜 少年除了自身天资极佳 还必然是自幼就有高人相助 是药罐子里泡大的顶尖毫发子弟 说不定啊 就出身于某个富可敌国的千年世家 四大神仙虽然各自一端 争得面红耳赤 倒也其乐融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